纳红书第三章 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炸和强暴,抢夺的是总部窒息 边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 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毛闪烁,被杀得甚多 尸首成了大堆,尸还无数,人碰着而跌倒 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银行,惯行邪术 借银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足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 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 我必将可增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 如莫你,为众目所观 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 说,你那位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 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 你岂比挪亚门强呢 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 海坐他的壕沟,又坐他的城墙 古石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 夫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 但他被迁移,被掳去 他的婴孩在各式口上也被摔死 人为他的尊贵人捏揪 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 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 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锁 你一切保障,必向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 若一摇汗,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 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 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 你的门栓被火焚烧 你要打水,预备受困 要兼顾你的保障 踹土活泥,修补砖摇 在那里,火必烧灭你 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馅子 任你加增人数多如馅子,多如蝗虫吧 你增添伤骨,多过天上的兴,懒得吃尽而去 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 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 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 亚树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 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 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对我的